采访报道 为了更好的协助华人企业家维护法律的权益 两位华裔的律师在南加州的工业室 创立第二家律师事务所 用语言专长跟专业的知识 同时受理智慧财产权权跟商业法方面的业务 帮助顾客申请专利版权并且处理诉讼 让华人企业家的创意构想得到保护 一字排开热闹剪彩 工业室的第一家专门处理智慧财产权的 华人律师事务所正式开业 从联邦 加州到市级的华裔民选官员 通通赶来捧场 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负责人表示 选在这里开设事务所的第二个注点 就是看好迅速成长的华人企业 因为南加州很少有专利的律师会讲中文的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 他们都喜欢跟我们讲中文 那City of Industry有很多的那些tech companies 他们都会来找我们做专利 因为我们会讲的照文 宽敞的办公室有3000平方英尺 祝福花篮摆得满满的 连挣钱都被包进去 替事务所搏个好彩头 现场嘉宾云集 负责人和来宾一一寒暄 因为这里的服务项目非常广 客户自然多很多 我们是做智慧产权跟商业法 所以智慧产权就包括专利商标 还有版权 那智慧产权我们有大公司大企业家 因为他们的公司有很多需要申请专利的 所以每个专利都是我们帮我们申请 那我们也有小公司 有些比较新的inventor 现场律师团队正式亮相 阵容坚强 负责人提醒民众 一定要尽早注册商标 才能保护自己的产品 而事务所已经替客户申请超过100个商标 新注点成立后 会继续替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东森新闻马力亭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